欢迎观赏普京之乌克兰直战第十机 普京之乌克兰战场的十大事册 第一,乌克兰全年的军事开支是680亿 而俄罗斯军费的开支却是781 总共包括了海陆空的总费用 想想海军空军 俄罗斯花了重要的部分的军费 陆军切药审次检用 硕紧腰带 结果俄罗斯的陆军上了战场 就能看出十分的穷困 没有多少钱打导弹 结果前后只能发射了300枚导弹 所谓大炮一响黄金望凉 现在俄罗斯陆军没钱 就如何打这场战争呢 这是第一个事成 第二,普京不以时兵用 他没有用智能电脑 也没有用智能电脑的 眼书Facebook 所以他所有的军情报告 都是由轻信所写的 而这个独裁的国家中 轻信哪里敢把真实的事情 反映给领导知道呢 所以脱离了现在这个社会中的军情 不能以时并重 又如何能够打赢这场战争呢 第三,贪污在俄罗斯的进阶中 是十分发生的情形 很多士兵都在用48年前医药的胶带 甚至更传出俄罗斯的军商 与意大利的黑手党勾结 把大量的军火整批整批的卖到外面 所以军师高官各个都发了一大笔的一大笔的横财 很多包装美美的军火 里面全部是清空的 所以贪污在俄罗斯的军方中 是失控见患的事情 第四,俄罗斯在这场乌克兰战争中 完全没有制空权 俄罗斯远东部队的王牌空降部队降落在基普外面 没有制空权 也没有地面重军火坦克部队的军火掩护 整批的空降部队在基普外面的森林被乌克兰戒灭了 乌克兰的战士受过美国英国玉别冒部队亲自授难 教导用刺针飞弹 加上美国的斯大林系统精确准确的一枚刺针飞弹约美金20万 能够飞到俄罗斯坦克部队直接毁击 或者应用类似所提供的2万美元的导弹 直接飞到俄罗斯坦克部队的上空 炸开了坦克 这是一宗十分划算的买卖 从此世界的战略官大国小国 都会用吃针飞弹等对坦克部队的导弹 来换取一艘军舰坦克的战士 更加的划算 第五所谓兵贵神述 俄罗斯在这场战争中 很多新兵都是被骗完乌克兰的战争 据他们所说 他们以为是到白俄罗斯方面 参加一场军事演习 被骗到乌克兰真的上了战场 结果变成了一场公额的大战 试问这些俄罗斯的士兵 没有真正受过传统的军事训练 又如何上乌克兰的战场呢? 第六 普京本身是KGB的出身 所谓KGB的部身就等于007部队 他们不相信任何人 对任何人都产生怀疑 普京不隐世界并进 他对任何人都产生怀疑 他本身还沉醉在1931年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整千万整百万的坦克部队 俄罗斯与德国在大草原的坦克大决战的回忆中 试问这种战争观在如今的AI的时代 怎要面对乌克兰部份 有斯塔林 有精确的导弹部队的击中 如何能取胜呢? 第七 兵贵神术 这是孙子兵法中所赢 普京这场乌克兰的战事 选择进攻的时间点 完全错误 选择在这个时候 春天 春天 乌克兰是世界最深层的泥沼地带 在冬天变成春天的时候 所有的冰块全部都融化 变成泥沼 有三四尺多 俄罗斯的坦克部队 全部泥陷在整世界最深的泥沼中 又能够闪电的进攻乌克兰 如果时间的进攻点 是在选择在冬季发生 就是2021年的11月12月 或者2022年的1月时 那时乌克兰的草原 全部都是一大片的冰块 坦克部队就能闪电式的 直接持趋直入基普 这场战事可以说成功了一大半 所以普京是完全失策 没有良好的军事布局 又如何能够打赢这场战事呢 第八 普京方面 俄罗斯的部队 没有胡人机的掩护 没有制空权 应该在这场战争的发生中 应该请求中方加以军事的授权 将导弹部队与中国的北斗系统联系 想象中 现在中国的北斗能够把太空船 稳稳的精确的降落在火星 如果俄罗斯的导弹加上中国的北斗系统 就能够更精准的打击俄罗斯的部队 而且这时 俄罗斯的部队军方贪污吃了很多钱 很多导弹射到乌克兰境中 全部变了亚弹 完全不能爆炸 这有如中日之间的甲午战争 慈禧太后吃了很多黑钱 军粮全部变成她一盒盐 个人的费用 很多导弹也是用沙泥土填补 所以在这场甲午战争 势力 现在这样的历史重演 发生在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中 所谓历史重演 就是这样的情形 俄罗斯在这场进攻乌克兰的战争中 俄罗斯本身的军队是20万 而乌克兰拥有百万大军 俄罗斯想东部西部南部进攻乌克兰 全面的吞噬掉乌克兰 简直是吃人说梦话 请问20万又如何布局打赢 百万大军没有整套的完善的军事布局 现在在南部马利波部分 俄罗斯邀请了车臣的邮寄对不对 打下了马利波 而且俘虏了四万多名的乌克兰 士兵前往俄罗斯中 此战中 由于俄罗斯改变策略 从东西南部变成现在集中东部的进攻 乌克兰也是在转移他的大军 该集中在东部的部分 散开大决战 第十 此战中英国的瑞扁帽部队也有参与战争 除了美国的军队特种部队 英国已经交导了两万多名的乌克兰士兵 在波兰部分如何应用英国的武器 英国的军车导弹 现在他把这两万部队放进乌克兰的战场中 澳洲也发出声明 他将支援乌克兰士兵 澳洲的军车和一切军事用品 还有医疗用品 所以可以看出乌克兰这场战争中 俄罗斯是面对英国加上美国加上澳洲 加上二十多国的北越部队的大战 可以说这是一个现代版的八国年军进攻中国 不过这场战争在发生在乌克兰的境内 所以这场战争是十分的精彩 扑朔迷尼 而且最新的消息 乌克兰动用了两枚俄罗斯前苏联 所提供乌克兰的军事直升机攻进俄罗斯的境内的油田 所以现在乌克兰已经从防守的部分 转变成进攻的部分 如果欧美大国真正的把军力投入乌克兰的战争中 恐怕这会演变成另一场第三次的世界大战 所以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世界大战 结局会是如何呢 所以也没有人如何知晓 所以现在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战争 可以说是处于一场胶着的地带 所以这场战事的胜负真的没人能够知晓 预示详细的报告及胜负的结果 请收看 普京之乌克兰之战第十一集 谢谢